如果你是一个很贪玩的人 又是一个时间很紧迫的人 想用更少的一些时间 更少的通勤 来体验很多不一样的游玩的乐趣 那么有一个地方呢 我是非常推荐大家的 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石角 石角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从捡到奢都有 从不要钱的免费的景点 到一些很高档的酒店 度假村 其实都有的 那么今天呢 就由我一一的为大家介绍 石角一些好玩的地方 好看的话别忘了点关注 我现在开始 首先带大家来的 当然就是我们著名的石角沙滩 我后面就是了 石角沙滩 虽然它说是说是一个沙滩 但是它元素还是比较丰富的 有沙滩有草 有草地有草坪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游玩项目 你看啊就是这一片地方啊 现在很多人在那边搭帐篷啊 正在准备露营 也有很多人已经正在那边啊 用一块布啊 然后来吃东西了 现在太阳还有点晒啊 稍微过一会儿 等差不多晚上的时候 再过来的话呢 那个太阳没那么晒 晚上的话呢 这边还有一些人在摆摊啊 也是很好的 这片地的话呢 很宽阔啊 不过呢 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 嗯 节假日的时候会人特别多啊 人特别多 人一多的话呢 就容易混乱啊 不过呢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呢 真的不妨来这里啊 绝对不会孤单的啊 特别是节假日 人多得很啊 做各种各样活动的都有啊 放风筝啊 吃东西了 甚至烧烤啊 沙滩摩托车 做各种各样活动的都有啊 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大家看到这些骑自行车的吗 这边的话呢 骑自行车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活动啊 因为呢 这边有靠近江的一些很好的 很好的 很好骑车的公路 待会呢 就带大家去撞一撞啊 喜欢吃农家菜 特别是喜欢吃和鲜的朋友 一定不能错过 十脚沙滩旁边的这些农家餐厅了啊 很多吃鱼的啊 吃和鲜的 这里都有的啊 味道还挺不错的 就在这个沙滩边啊 不想自己动手 想吃和鲜的 可以光顾一下 当然呢 如果你不想跟别人共享一片美景啊 想自己安安静静的 在一边欣赏美景 还有自己一家园呢 安安静静的聊天 做活动 那么 这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 这里呢 离刚刚那个热闹的四脚沙滩呢 也就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啊 两三百米这样子吧 这一条路 刚刚我说了啊 骑自行车是最好的 大家看 很多骑手啊 都会专门来这里 骑自行车的 而且呢 很多都是旅骑手啊 我今天来 看到很多都是 旅骑手啊 真的很不容易啊 这些骑手呢 就专门来这边啊 外地的专门过来这边骑啊 都可以看到的 这一条骑行道呢 应该是非常的热门的啊 就是沿着江边的这一条路啊 旁边的是草啊 然后这边是江 下面呢 就是我之前拍过的 那个新念之音啊 新念之音呢 之前在过年的时候 也放过那个烟火秀的 那边有帐篷啊 还有小吃店啊 夜市啊 等等的 有吃有喝 有玩啊 然后也是一片大草坪来的 各位感兴趣 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视频啊 它也是在这条路上 大家看到了吗 哎 那几辆车 刚刚那里呢 四小踏 它那里呢 车是开不下去的啊 但是这里 车是可以开下去的啊 这边的话 人更少一些 更加的安静 所以说呢 这边呢 如果你喜欢热闹的 可以去刚刚那里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 喜欢方便的 来这里也挺好啊 搭个银啊 搭个帐篷啊 带孩子来玩一玩 其实真的挺不错的 除了以上的那些 性价比很高 甚至免费的一些景点之外呢 那十角镇还有没有 豪华一点的 豪华一点的景点呢 当然有啊 你刚刚我那里呢 大概有十公里的地方啊 就是石角镇的美陵湖 美陵湖这个地方呢 确实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地方啊 这里呢 不仅有最大的 国内最大的屋顶摩天轮啊 大家园摩天轮 还有一系列的温泉度假酒店 就像我身后的这个 这个叫哥地酒店啊 就在这个摩天轮后面 然后附近呢 有什么商业街啊 有一些商业街之类的 这里真的可以满足你 对度假的一切的渴望啊 这里有个喷泉 看看 这里一块空地可以溜冰啊 放风筝啊 溜孩子啊 溜狗啊 是吧 挺不错的啊 这个广场呢 我也来过很多次了 真的像是那种 欧洲的那种广场啊 有点异国风情 还有一条不行街 商业不行街 就在摩天轮后面啊 这感觉真的太棒了 现在这边呢 也有很多的游客过来玩了 基本上都是外地过来的 像广州活山那边啊 那边过来得多 甚至呢有外国人了 这边也会定时举办一些活动的 这边有很多小孩子啊 都在这里划轮啊 这里也可以说是一个划轮圣地吧 这里就进摩天轮的啊 空地上可以划轮 家长带着小孩子不来划轮的很多啊 你来到石角啊 你会发现这真的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啊 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啊 像刚刚在江边骑车的那些骑友啊 还有这里啊 那些华人 华人的小孩子 喜欢华人的小孩子 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存在的 只是我们平时忙于赚钱 忙于奔波 忙于为生活奔波而忽略掉而已 有兴趣的话呢 真的可以过来这边玩一下 寻找那份已经丢失很久的美好 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这些呢 都是这边的一些别墅了哈 这些别墅呢 有私人的啊 也有酒店的啊 就是做酒店的 来这边呢 都可以住了住到这种别墅的哈 整住也可以啊 住一个房间也可以 选择比较多哈 这里住几天 泡泡温泉 吃吃美食 放放风筝 做做摩天轮 还是挺血液的哈 这里环境也不错 北陵湖这里呢 除了酒店 和摩天轮之外呢 还有一些游乐的一些设施哈 其中呢 水世界 就是其中 我觉得最好玩的一个地方了哈 啊 水世界呢 是美灵湖当地开发的一个 游乐的项目哈 基本上里面呢 很多都是玩水的了哈 玩水的为主了 它的位置呢 也非常的好啊 就在整个美灵湖景区的核心区域 前面呢 就是宽乐水世界了 看那个外形就知道哈 很多的玩水的一些设施 运口呢 甚至还有一些共享的电动车哈 这在清远市区都没有啊 这里就有 可以轻松的 在美灵湖各个区域里面穿梭啊 带孩子过来的话呢就很爽了哈 旁边呢 旁边呢依然是有一些酒店的哈 也非常方便哈 下午过来这边玩玩水哈 游乐一下 基本上什么都有 你能够想到的游玩的项目 基本上它都会有啊 吃喝玩乐啊 基本上这里呢都会寒扩到 吃的话天南海北的各种菜式的酒店 酒楼啊住的话呢 各种五星级的酒店 玩的话呢 水世界是吧 还有温泉 还有这个游乐的其他一些设施等等啊 摩天轮等等啊 吃喝玩乐 这里基本上都涵盖到了 好